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不止花了一篇文章来谈黄勋财或者是新加坡他谈应该是至少三篇文章吧 好来谈新加坡和黄勋财 黄勋财的专访里头哦 你会发现他对于处理国际事务的那种强烈自信 他没有模拟两可的答案 没有啊 他都是讲的斩钉结结结结结结 他都讲大白话文哦 比如说他就会讲说 新加坡不是美国的盟友 嗯 我们只是安全伙伴 但他不是我们的盟友 我们既不亲中 我们也不亲美 我们其实就是只顾 新加坡的利益 他讲的都是大白话文 他强说 以后单级世界已经结束了 那美国呢 要逐渐的走向 去接受两级世界 或者多级世界 这个过程可能长达十年以上 那这个过程呢 当然会引发了很多的震荡 因为中国大陆崛起 那美国呢想要阻挡 他说这件事情呢 是摆在眼前的事情 那新加坡呢 会去面对这个变数 不过他最后提到 台海战争的时候 他说台湾跟乌克兰不一样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其实新加坡是有制裁俄罗斯的 他的理由是说 这个入侵的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对于新加坡来讲 他应该要制裁 但是他说台湾跟乌克兰不一样 他说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 都只承认一个中国 他们奉行的就是一个中国政策 虽然他不回答假设性问题 但他强调台湾跟乌克兰 在这件事情上面不一样 主权独立国家 这件事情上面不一样 他最后讲了一个说 新加坡不会被台独所利用 黄群才接受的是经济学人杂志的访问 其实坦白说里面的问题很多设陷阱 也很尖锐 对 就是逼着你黄群才呢 好像要让他左左之右右处 可是我看这篇访问的时候 我对黄群才另眼相看 我本来会觉得就是说 因为 本土性格 就是说当李家 李家父父子 新加坡跟李家父父子 是没有办法切割的 当李光耀主政了这么久 他的儿子又主政了这么久 就像中间的吴作洞 其实不太被看到 但吴作洞的国际认知是很强的 对就说但是吴作洞你在你在想像新加坡的治理的时候呢 吴作洞几乎就被跳过去 其实吴作洞任内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可是他没有形成那种新加坡的领导人 他必须要有东盟领导人的那个格局跟威望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吴作洞之后呢 那李显龙回来 可是李显龙能不能够顺利的交棒 被交棒的这个人 皇群才能不能够要扛起新加坡不难啦 因为新加坡并并不大 可是在东盟里面新加坡就不只是新加坡嘛 新加坡呢在许多的国际议题当中都要代表东盟发言 甚至于你看每年六月的香格里拉论坛 他为什么办得起来 就是新加坡的独特地位跟跟角色 那之前我们对黄群才的认识 李显龙认内也不是没有遭遇到挑接班人失败呀 本来并不是黄群才大家知道啊 可是呢挑了之后发现养不起来 那新加坡在在养接班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是非常严格的考核 但是黄群才的这篇的也演说的我就看懂 就是李显龙就他这篇专访我就看懂李显龙他为什么挑黄群才让我非常的惊讶 那个惊讶不不是说他很他很敢讲 而是他的讲话的内容的那个逻辑性 跟从新加坡的本位的立场以及从新加坡投射 我黄群才作为新加坡的总理的时候的新加坡在地缘当中的角色跟认知是什么 所以他可以有肯定答案就是因为他清楚知道他的新加坡中心主义 对给我两分钟我认为我们有有必要的听听看的黄群才怎么说的 我就简单把黄群才的访问当中的几个重点的讲话 他第一个就是说因为经济人在在在在问他说的 他说新加坡不是美国的某盟友 新加坡不会倒向美国 也不会倒向做中国你要知道在过去 你知道黄群才讲的是不是事实我认为也不完全是事实 在中国崛起以前的时候新加坡绝对是美国在在东盟当中非常重要的盟友 美国一定是把新加坡当盟盟友看的 好但是呢黄群才说不是 他说呢新加坡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 不允许被任何台独利用 这句话很重要 台湾呢在过去呢一直在玩新加坡或者两岸领导人见面在在新加坡 或者川普呢要要跟金正恩见面也在新加坡 黄群才在访谈里面也谈到了这一段 他说新加坡呢就是如果这些国家大国有需要新加坡的 新加坡帮不上忙的这没有什么关系新加坡一接到讯息说一个月之内的就安排好了 然后就发现了就是川普呢跟跟金正恩就可以在新加坡见面 经济学人在追问 在追问黄群才说你说你不是美国的盟友 新加坡买了这么多的美制的武器跟安保的装备 老实讲新加坡的装备全美系啊 对你全美系的装备 然后呢而且很多台湾买不到的 对就是美国美国把最新的装备都给你新加坡你还说你不是他的盟友 经济学人在在在在吐他 我问过F16的受训的教官呢 他们同时跟新加坡的空军一起在美国受训 他就告诉我说其实在那个受训的过程当中 就大家一起受训然后接着呢台湾的这一些教官呢去休息 他们要单独的有一些特别的战技以及特别的设备只训练新加坡的空军 毕竟 新加坡的星光部队还是在台湾受训的 黄群才在在位置上面说这个大概也还不会改变 但是因此黄群才说我们不会被台独利用 那个意义是很多多层次的 理论上面来讲我的我的部队简单讲就是 新加坡跟台湾之间有一个隐形的就是那就是那部队准准入鞋 协定你才能够在我这地方受训了 你最近看到的日本 菲律宾阿跟澳洲啦跟美国签了部队准入协定 好像的是一个同盟关系 里其实新加坡跟台湾之间的准入 years 协定是非常久的 好所以呢 经济学人就说你买了那么多美国的比 对 然后跟保安设备你还是说不是盟友 对但是的话黄学来说呢新加坡不是美国盟友他他在讲一次他说我们是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好那他说呢他后面讲到中国的部分的非非常重要他说呢这个防务关系呢已经持续几十年对双方都都有利 那新加坡呢准许美国使用新加坡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取得后勤补级两国也交换情报这些他都都没有隐瞒 但是他就是强调他跟美国不是同盟关关系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要告诉经济学人的记者我们不欠美国对就是对我们是互相的对等的关系好吧然后呢他就回应了中美关系跟台海情势黄学来这段话说他说全球格局正在进行大调整 虽然两级或者多级的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 但是最终会形成对黄勋才讲这句话就是说眼前当当下你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两级或者多多级体系 还不是但是正在变成是而且终究会变成是 然后他在后面就讲到说尽管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不去了 已经一去不返但是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 后面他就讲了他说中国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不同发展阶段 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属于中国的时代已经到了 因此要更强势的维护国家利益 他说黄勋才说在中国看来美国呢就是在限制围堵遏制中国的崛起 不让中国取得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不只是中国高层这样看中国许多官员都这样子看 他说他也说呢中国接下去呢会面对一段时间如何跟东盟国国家不会跟东盟国打交道 不要让东盟国家感受到大国的压压力 他有在提醒中国就说你跟东盟打交道的时候 不要让东盟国家呢觉得觉得中国好像很有压迫感 这个是呢黄勋才特别强调的 黄勋才的这些的讲话我觉得已经不只是新加坡做总理了 他是以一个东盟的代表性的人物的在在讲话 不卑不抗 这个讲话除了不卑不抗 而且已经在为了中美两强在东盟都有影响力在做准备 同时他的讲话会不会影响到菲律宾 我认为他的讲话你们相当程度上面来讲 如果是代表东盟的立场菲律宾就该好好的听听看 菲律宾很可惜没有出一个像黄勋才这样的领导人 我黄勋才在这个访问里面我的我的像就看了就是说刮目相看 清清楚楚没有闪躲不太容易哦 以前你在听听了李显龙讲话之后 我觉得李显龙有时候都会有点卡顿 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点卡顿 但是李显龙没关系他卸任了 他最近也接受接受新加坡的中英文媒体的联网 唱所预言让你问问到宝 你看看呢李显龙的房我认为他交棒交的很安心 嗯